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距离台北市大概只有165公里左右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图 牛山岛距离台北市就是165公里 其实牛山岛距离新竹是更近的 只有119公里 目前在牛山岛这边来进行 这样子的一个实弹射击 其实上周联合利舰 在上周一的时候也才刚落幕 没想到事隔一周 福建平潭海事局又发布了航行警告 就说这附近在牛山岛沿海 要开始进行实弹射击 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9点钟 到下午的1点钟 一切的船破是禁止止入的 我们看到其实牛山岛 它其实算是福建省沿海的一个岛屿 也隶属在平潭县这边 这个岛其实是中国大陆领海基点之一 它距离台北市非常的近 直线距离165 包含了像是微博热搜 百度热榜 其实都有这相关的讯息 甚至人家在讲说 这一次的平潭里面的实弹射击 里面有一支火箭部队 对于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是解放军72集团军的火箭炮兵 第一缕一营二连 他同时也有参加到 联合利舰2024B的军演 这支火箭炮兵部队 他主要配置的是PHL-16远程火箭 其实在2022年8月的军演那时候 那时候佩洛西的这个微台军演 他曾经也对马祖乌丘东营 还有离岛实施过远程火箭弹的 这个射击演习 其实这个PHL-16 它就是车载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它可以携带两种 就是携带8枚的370公里的火箭 射程350公里 或者是两枚750公里的 火龙480战术弹道飞弹 那他这射程是有500公里 那射程是涵盖了整个台湾 换句话说 也是现在目前国防部 监控最严密的一支部队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平潭这边 正在进行 所以大家在推测说 是不是就是火箭军 正在演习当中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最近的一些动作 从9月份开始 其实福建大城湾 就已经在进行联合登陆的演练 那当时呢 他们就是包含了两栖登陆训场 以及距离澎湖大概235公里 距离台湾本岛的西部 大概300公里 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陆的演练 那其实看起来 都是有步骤的 现在这个迹象越来越明确 就是大陆的围台 以及对于美国的区域 巨址的战术是更加的清晰 包含了如何登陆的演练 还有呢 这个9月25号 解放军也有向太平洋 试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当时我们在节目上面 也有讲到说 大家推测是东风41 那还有这个14号 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联合力建逼的这个围台演习 围台演习的隔天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去到了福建东山岛 那东山岛也算是对于台湾一个讯号 因为大家想到说 1953年的东山岛战役 当时我们的国军 算是最后一次 这个反攻大陆的这场战役 所以是不是也是释放一些讯号 给台湾知道呢 那17号的时候 习近平也去到了火箭军这边来视察 然后看到了东风26的弹道导弹来亮相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像美国释放区域拒止的讯号 我们来看一下下方 东风26B又叫做关岛快递 它是全球唯一能够攻击5000公里目标的 中程弹道飞弹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风41的射程 最高是1.4万公里 那因此这样子去视察的动作 也是在告诉美国 你不要来干预到 这个我们属于两岸之间的事情 那10月21号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航行警告 以及实弹射击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更完整的一个围台 跟区域拒止的战术了 那大陆对于美国 也是越来越加强硬 因为昨天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绿媒 甚至是美国的媒体在讲说 这个美加的军舰 经过了台海 这是一个航行自由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是强硬的回应了 就是在滋饶搅局 他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航行自由为名 来挑衅威胁中国主权跟安全 这也算是这个两年来第四度 美加这样子的经过 可是这一次算是 讲话最严厉的一次回应 那美方他们其实在前一阵子 也有公开了一些画面 就是说解放军强势驱离的画面 那他的确看出来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回应 是更加的 就是你到我家门口来 我必须得要有一些 更强硬的回击 那在东海上空呢 大陆的空军 海军的这个雄鹰 蒙旅的苏35MK2的战机 携带了强大的导弹 拦截美军 那迎面就是八枚的热焰干扰弹 然后提醒说 美军啊 我在警告你啊 你要赶快撤离 那美国现在是不是越退越后头呢 美国它跟这个日本的加贺号 就是到了圣地牙哥的近海这边 他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起降 就垂直降落在加贺号 这样的一个演练 10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这一个圣地牙哥的近海 来进行这样 F-35B的落箭画面 也曝光了这个相关的画面 可是问题是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有他们最新的超级雷达 对于F-22 F-35的战机的隐形 恐怕是无所遁形 在这超级雷达之下 隐形是会破功的 所以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 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它说美军转变了印太战略 是不是以分散求生存呢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升高 印太地区 这个遥远岛屿上面的 这个飞机跑道 然后重建一些二战时期 曾经用的机场枪 那就是天宁岛 然后寻求不再依赖 几个大型的空军基地 可能是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 所以他现在开始 要把战机更加的分散 然后来增强应对中国大陆 庞大的飞弹库能力 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帅将军怎么看 首先我讲这个火箭炮 大概最不起眼 但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它 第一个它便宜 第二个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换句话说 福建沿岸的这个火箭军 很轻易地就把台湾 西海岸跟东海岸 所有飞机场都跑到给你炸烂 然后每隔两三小时再来一下 你修补都来不及 这什么意思呢 就会造成我们空军所有的飞机没办法起飞 在天上的巡逻机也不像降落 没有跑到 我们不是直升机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廉价的火箭炮 就让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空军 在作战的时候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是对台湾失去空忧 它最廉价最有效的武力 它不需要战斗机跟你对打 它把你跑到杀了 第二个东风系列的飞弹分三个层级 四十一是五十一打洲际飞弹 打美国的 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核子平衡 东风二十六十七是打官岛的第一岛链的巨子作战 第二岛链的巨子作战 那有了这个威胁以后 官岛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官岛的美军部队太集中 陆海空三军都有 潜舰也靠在那里 这么面积不大的一个岛 如果被这个东风二十七 这种高音速的导弹打下去的话 那你损伤程度就很大 因为太密集 所以它往天灵岛去疏散也是没有用 天灵岛也在官岛附近 所以就逼得美国在东南亚东北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官岛就失去作用 所以逼得它要采取分散措施 分散措施就把第三岛链各个地方去分 所以当年大家一直认为官岛是一个 很作战的重要战略要预的话 现在也被东风系列的飞弹所破解 就说你要参加台湾的巨子作战的话 那官岛这么重要一个基地就没有用了 再加上它很多是反舰飞弹航母也进不来了 好 回过头来 看最近的利舰 利舰跟B跟A什么不一样 利舰A只是围岛 利舰B是封锁 封锁里面带刺的 什么叫带刺呢 封锁分两种 一种叫长风 一种叫短风 什么叫长风呢 我用少数的战舰支持海巡 就封掉你台湾所有商船货船的进出口 这就演变成一个穷台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这样封了 让你没有得吃的 没得喝的 没得燃料电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逼你要不要和谈 他很可能在风的中间给你三天时间回答 你要不要谈 这就以风必和 如果还有一种的短风 我封了以后觉得你要反封锁 你要突围 你跟我战斗了 有了出兵的忌口 大举犯台 大举犯台 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东山岛的重要性 东山岛旁边就是这个大什么湾 大鱼湾 那就是解放军的陆战队做两栖登陆演习的地方 那东山岛跟平滩岛在九六飞弹危机的时候 就是我们国军最注视的东西 因为那边搞大型军演 出海以后船头一掉 不是新竹就是台北 你知道它哪里登陆 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时间也很少 但是我们的衡量 它那个时候的兵力不足 登陆艇不足 所以我们说你只能放外岛 我们那个时候作战中心放到外岛 现在人家兵力又足 它有四万吨的两栖登陆舰 有数千吨的几百条的中型的登陆舰 那就可以构成犯台的必要兵力 加上你前面空军不能用 海军被压制 它就顺利登陆 所以这些东西一连串来看 我们来看 这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作战计划的一个演练 那除了封岛 除了这个空军 除了火箭炮 火箭炮可能是犯台跟封守的第一发信号 那你空军就没有用 我们辛辛苦苦建了几十年的空军 就为了跑到没有 而不能发挥战力 不能小事 好 来 温赖老师 这一次的实弹射击来得快 然后针对性极强 您有没有注意到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在平潭岛 不到四公里左右 六 七公里 也就是它的打击面积区 离平潭岛 平潭岛我们都知道 它是对台的 很重要的跟台商 就是两岸之间的工业的基地 都在这个地方 它的海底隧道 未来跟台湾的海底隧道 就是从平潭岛来接了 不管接到台北还是接到新竹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 距离是最短的 然后它的实弹打击区 就在离平潭岛这么富裕的 一个岛屿旁边 六 七公里的地方 一个小方块就在这个地方打 刚刚率量军已经介绍了 远香火你可以打300 可以打500公里 然后它的这个东风17 东风16 或者是东风21 或者是东风26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打1700公里的 可以打2000多公里的 可以打4000多公里 所以这一次的实战事局 我相信美国很多的国家 都会在注意它从哪个地方 前段时间去了安徽 会不会从安徽的火箭军的基地里面 往这个地方打 有没有可能在福建的一些 远香火的往这个地方打 还有江西 还有江西 而且你会看 它离平潭岛那么近 那它来做实弹射击 其实它就是告诉你我的精准度 我的各类型的导弹 还有我的精准度非常的高 作战的威力非常的强大 那请问一下对于台湾的 刚刚算人机讲的 你台湾的各个军事基地 军事要塞 怎么有哪个地方打不到 更何况他也在告诉美国跟日本 因为美国跟日本 两年一度的美日的历舰演习 10月23号明天开始 一直到11月1号 这段时间这次的规模是 史上规模最大的 日本出动了3万多 美国出动了1万多的军人 然后还要到哪里 还要到我们台湾宜兰附近的 石渊岛 宇纳国岛 在这个地方 然后宫古岛要举行 这个实弹演练 而且美国还要把海马斯的导弹 拉到这个石渊岛 拉到宇纳国岛 等于是你直接就对了台湾 这样的话它等于是美国跟日本 它展现的就是说 我是针对你中国大陆来 我要牵制你的军力 然后你如果对台湾怎么样 我要摆出一个正式来 美国的过去的演习 给人家最长的记录就是 演完了以后就不走了 你看这一次到菲律宾 去搞这个中程的导弹演习 演完了以后 中程导弹就放在那里了 过去海马斯不敢 也不能够放在离台湾太近的地方 现在你不能排除 他演习完以后就安置在那地方 解放军的这一次的实弹演习 其实就告诉你 你放了你也没用 我在我的本岛都可以拿到你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针对性很强的 一式军演实战设计 好 来问一下运老师 我去过平潭多次 那么平潭是最有名的就是 它有一个63海里的到新竹外海 大家平常的话都知道 金台高速 金台高速铁路 或者高速公路 就是从平潭出来 要准备到新竹去接上去的 这个大家都 而且非常有可能 就是就从这个 因为有北中南三条线的话 平潭是占据了一个高冬位置 这次的实战演习的话 前面两位军事前辈 所讲的东西的话 我把它综合在一起来说 这个我觉得整个国际上的话 大家心里非常明白 就是大家各自在下场 有关于军事的大旗 其中的话 我从联合历见2024B开始讲起的话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的话 习近平到了安徽去看一下 视察这个火箭军 然后联合起来的话 就讲到今天讲到我们讲到 平潭的实战演习 之前的话南海早报里面强调 美国的这个习近四船 跟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 这个舰艇就是绕过台湾海峡 那次序的话 就是今年非常多 大陆习惯讲一句话 就是习惯就好 那么美国一直想要做习惯就好 但是这一次的反应就特别激烈 这个特别激烈 通常应该习惯的东西 结果非常不习惯 零件的反应的话 也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就是说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断称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资料 有关于在平潭350到500的距离 刚好就把整个台湾 全部涵盖在一起 那么当然刚刚帅将军也提到 整个空军的话 就会受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 另外的话东风26 东风17 东风26的话到5000 然后讲到到关岛 然后再加上东风31 41 甚至51的话 就可以到达1万2 1万4 1万5的话 这种情况下 会针对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这些现象的话 基本上说明了 我觉得对大陆来讲就是说 我不怕你 我不惹你 你也少来惹我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 台湾在这个我不怕你的情况下 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大家都把这个神经拉得很紧 要等到11月5号 我们6号会知道这个结果 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大家要尽管其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台湾最 所以我们在帮助 我们不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prosec 拜拜 感谢观看